安非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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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主要 這邊有一個安 所以說它是算成 常命 常命的東西 像 这边,我忘了是这边还是这边会接 如果说接一个甲基的话 就是甲基安非他命 那甲基安非他命跟安非他命的差异性 就在甲基麻红素跟麻红素的问题 那甲基麻红素比较便宜 所以也比较容易取得 所以后来大家会用甲基麻红素去制造甲基安非他命 效果会差一点 但是呢,可能这些人用起来会开得好 原则帐没有多大差异性 安非他命的原则上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去合成的 所以有一些高中 比如说爱密,高中或大学的 这个王师 比如说大学的助教讲师那些 在他的实验室里面 然后就去制造甲基安非他命 那尤其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 因为我们都有峰柜 那为什么这些要在峰柜里面做呢? 因为有机合成这个工作 原则上,味道都蛮明明的 不管是有机分析或有机合成 这味道都很明明 所以 我大二的时候读有机化学 然后读有机分析 然后我们做实验呢 都是从晚上开始做 就是从下午开始做实验 那有时候有机反应比较慢 然后需要时间比较长 所以通常会拖到晚上 那化学系有一个特区 我们做实验的那种 像化学系的学生不必参加晚点 我们的军校要晚点 那化学系的不必参加晚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从实验室出来 那人一生都是那个问题 没有人受的 所以说 只要回到我们的军队里面 第一个就被赶去洗澡 然后洗完澡以后 都不必参加晚点 更不要说被洗澡 所以这是 我们是学化学的那种 哪个字 今天讲 只讲氨基酸 氨基酸 最主要的 第一个 它有一个氨基 然后呢 它有一个缩基 如果说是酸 如果说是酸的话 是一个 这个一个图 带一个缩基 这样的状况 我们叫做酸 最简单 最简单的是甲酸 然后再过来是乙酸 如果说 乙酸这个氢 被氨基取代以后 乙酸这个氢被氨基取代以后 这个东西 我们就比它一个名称 叫做 氨基酸 好 这边有一个问题 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会不会被取代 想想看 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取代 想想看 如果说 这个东西被取代的话 这边就直接接了一个缩基 如果说 这个东西被取代的话 这边就直接接了一个缩基 这个就 我们就不称为氨基酸 氨基酸的话 很简单 所谓氨基酸的话 你先画一个看 然后呢 在碳上面 你画上一个氢 然后 这边 画一个缩基 这边 这边 写一个 好 这边 写一个氨基 这就是所谓的氨基酸 这就是所谓的氨基酸 这一点 这一点 请三位要注意 最简单的氨基酸 是这样的氨基酸 各位看 你看 你讲历的第43页 你讲历的第43页 这种叫做肝氨酸 是最简单的氨基酸 这是最简单的氨基酸 在下面的文字里面 会讲到说 有八种氨基酸 我们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 所以一定要靠外园的供应 这些所谓外来的供应 要靠各样的神 这八种 你知道有八种就好 没有人会去考你是哪八种 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并非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 起码有这八种 起码有这八种 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制造 所以你一定要去由其他的食物 来得到 好 这边就牵扯到一点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吃素 没有 ok 那你觉得吃素好 吃素不好 吃素的说吃素好 不吃素的说不吃素好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你去就这八种氨基酸 你上网去查哪一些是动物的肉里面才有的 哪一些是从植物里面可以获得的 这八种绝对不是全部由动物或全部由植物 绝对是有分 对不起 我没查 因为 那时候我应该认为我多读 这个诗可以说一句话 好 当你去查这八种 我们身体里面必须的氨基酸 但是我们身体又没有办法制造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吃 含这种氨基酸的食物 对不对 我们身体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东西 那好 那如果说里面有几种氨基酸 是在动物里面才有的 植物里面没有 对不对 那你吃素就显然没有办法 得到这样的氨基酸 对不对 那你说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那 当你可以去吃一些荧药 OK 所以这一点没有太大的理解 那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因为动物的里面没有 而动物里面有 但是你没有 你不吃荤 那你用其他的方式吃营养品 那这种素食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那如果说你 你长期以来都是吃素的话 就会导致你的营养 会导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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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读化学有读化学的好处啊 让你吃到素 你必须要饮食均衡 那如果说你一个吃素的 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长期以来可能真的会营养素 但是我看那些吃素的好像也不怎么样 也没有说面黄肌瘦 我有个学弟 就是长期的吃素 我觉得他的体论比我还好 当我们 身体里面 吃进去氨基酸以后 然后呢 这些氨基酸 就会 彼此的结合 他的 这边的氢基 跟这边的氢 合成为一个顺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间结 然后两个氨基酸 就搭在一起 然后两个氨基酸 就搭在一起 那这一种状况 你可以两种叫法 粉红色的这个 我们可以称为太监 这叫太 这整合的结构 叫做太 太 或者是这一个部分 你把它看成整个的间接 也可以 因为如果说你只看这一个的话 有时候就比较麻烦 你把它看成整个结构的话 就比较单纯一点 这种呢 就叫做太监 太跟我们身体有什么关系 我们吃进去蛋白质以后 蛋白质会慢慢的被分解 分解 绝对不是分解到氨基酸 我们身体 才去吸收 而是说 从蛋白质 变成多态 态甚至变成 多态会变成态 通常来讲 在多态的状况下面 就可以 就可以被我们的消化性所吸收 那多态 什么叫多态 这叫二 三个氨基酸结构在一起 三个氨基酸会去掉几个水 三个氨基酸 三个氨基酸 四个氨基酸会去掉几个水 三个,一死为非 好,变成三态 四态 一直下去 所謂多泰是五十個胺基酸以下的結合 我們叫做多泰 就是二十到五十 二十個胺基酸到五十個胺基酸所結合在一起的那種狀況 那種比較大的分子我們稱為多泰 這個多泰我們看起來畫起來很大 其實在分子那講這個已經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物科技就是把一些很複雜的大分子 盡可能地去切 切到某一個程度 那個東西可以被我們人體直接吸收 而且那個東西對我們的健康是有方便的 這是在生物科技上的 但是呢 製料界就整個百貨 生物科技希望把一個大的東西 能夠切切切切切切切到一個比較小的一個狀況 可以被我們吸收 也就是說他幫我們去做消化 有一個賣片的那個廣告 就是說 這給寶寶吃的 他是已經幫你消化過一次 然後給寶寶吃的時候 寶寶就直接吸收 這是在生物科技 但是製料界呢 現在是 是 想辦法把一個簡單的東西 把它放大 然後把這個分子做一個大分子的藥 因為那種小分子的藥 原則上現在已經沒有多大的市場 好比說 我們說 我們所講的 紅鞍類的東西 這個是消炎藥 或是 鞍類和蜜的東西 這些呢 雖然說這邊可能接一個 看起來很大的 其實都是屬於小的根子 但是這一些藥品的發展 已經到了一個相當的平均 所以 美國現在的製藥業 他們所研發的 都是想辦法把一個小分子 變成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分子 然後在這種大分子上面 就可能有一些 這些多用途的 叫做 關聯機 這些多用途的關聯機 產生的時候 也就是說 它的一顆藥裡面 可能同時 可以處理幾種的症狀 這是美國製藥界的一個憲法 當我們身體裡面 吸收到多態以後 我們身體裡面就會去合成自己所需要的氨基酸 即使是這八種氨基酸 我們身體裡面沒有辦法自己合成 從外面進來以後 我們身體裡面也會利用這樣八種氨基酸 去做一些我們身體裡面所需要的 比較大的分子 超過五十以上 那我們去叫做蛋白質 所以 當你吃進去蛋白質的時候 原則上是沒有辦法直接被身體吸收 一定要靠我們的消化系統 當我們 當我們 有這樣蛋白質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最有 最有名的蛋白質就是 DNA 以及RNA 一個是核糖核酸 一個是去氧核糖核酸 因為 這些都是 蛋白質的分子所組成的 那這個核糖核酸 核酸的部分 我們另外會講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只談到蛋白質的東西 在我們身體裡面 很重要的蛋白質就是 酶 酶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 也就是說 一個澱粉煤 它只會出現在 某一個地方 做某一件事 然後你說澱粉煤 只在你的破液 然後它只做 分解澱粉的事情 如果說沒有這樣的煤 那你的澱粉 要經過你的消化系統的時候 那就比較麻煩 不是那麼容易 就被 跟緊掉 當你的澱粉 沒有辦法很快的被分解的時候 上次也講過 你的血糖就會比較高 怎麼說呢 因為 我們身體不會直接吸收澱粉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底下 你的營養 就沒有辦法從澱粉那邊獲得 所以 煤它一定有所謂的特質性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煤 有一個煤 如果說我們的血液裡面 缺乏了胰島素 那我們血液中間的血糖 它的利用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導致我們血液裡面的血糖 會太高 那血糖太高 就會導致其他的一些病變 所以 血糖沒有控制好 最後的一個狀況 當血糖沒有控制好的時候 最後就導致我們的腎臟 血糖會失去功能 所以 臺灣有很多高齡的長者 他們在生命結束之前 他們都會碰到洗腎的問題 我母親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糖尿病太久了 然後 然後 到一個狀況 他的腎臟 就慢慢慢慢失去了功能 各位知道腎臟失去功能 第一個反應是甚麼 猜 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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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想想看 呼吸困難是對的 為什麼會對 不知道 身體裡面的水沒有辦法排除 身體裡面的水沒有辦法排除 他的背部不積水 他的背部裡面全是水 而且那個水不是像說 把水灌進背部的狀況 而是他血液裡面的水太多 所以他沒有辦法有效去代表 那在這個狀況下面 他就會喘 類似氣喘 就是吸到空氣 那這個時候 只能用洗腎的方式 因為洗腎分兩種 一種是水 血液裡面的水 只能靠洗腎的方式 把它帶走 你說吃力量劑可不可以 沒有用 到那種狀況裡面的 我母親最高幾乎一天吃六顆力量劑 而且是最大劑量的力量 才是十六顆力量 最後還是要洗腎 另外呢 就是一個料理做 所以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胰島素就可以 發揮一個霉的作用 使得我們身體裡面的血液裡面的血糖 可以被控制 好 今天就只講這 胺基酸的部分 那胺基酸有一件事情 必須要跟各位交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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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 好嗎 好嗎 我當然 这个只是让各位知道胺基酸如何命运 然后为什么在很多的食体上面会有几个名称 这个叫做α,这个叫做β,这个叫做γ,这个叫做β 为什么叫做α胺基酸 就是这个胺基在这个位置,我们叫做α 从这边开始排,一直排下去 当这个是α的时候,当这个胺基酸接到这边的时候 这一个就等于说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后面就是α胺基酸 解决这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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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红的这个呢,是变什么呢 红的这个变成R,对不对 这就叫做β胺基酸 你可以从很多的有机食品上面看到什么α,什么β 各位听过β胡萝卜素吗 也是这个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黄的这个东西 我圈起来就是R的部分 这个叫做γ氨基酸 然后再过来叫β胺基酸 以此类推 所以你只要记两个就好 一个是α,一个是β 如何去定义α胺基酸跟β胺基酸 至于说后面这些东西就是以此类推了 我不敢说多或少 因为我本身不是绝生化的 但是 从这样整个个胺基酸的定名 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这个胺基可以在很多的位置上面去取代 顽基上面的7 了解这意思吗 它可以取代很多位置 那你说会不会有两个γ 这不是我们在这一节课里面所讨论的重点 而是说这一节课只是跟各位介绍重点 是第一个太监 第二个γ基酸 只有这两个重点 什么叫做太监 什么叫做胺基酸 因为当你了解太监以后 胺基酸一直结结结结结结 就变成多态 多态再结就变成蛋白质 然后蛋白质它如果说有特殊的用途 那也就叫做煤或叫做酵素 那如果说没有克术用果 那就变成我们的身体组织 对不对 你的头发你的皮肤你的 Anyway 几乎都是 都是安极酸除了谷歌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蛋白质之所以 会成为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重点就在波态这个东西 重点就在波态这个东西 五十个氨基酸所结合起来的 在我们感觉是很大 它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分子 小到一个程度 它直接可以被我们身体吸收跟利用 ok 好 今天假的有没有问题 跟三位沟通一下 我们要不要考试 考题从哪里出来的很简单 就从你的作业里出来 你的讲义应该只有六节 所以呢 你的后面的考题里面呢 每一节我选三题 ok 可以吗 每一节我选三题 然后呢 凑成二十题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一个点头 自己 好 好 好 什么说法 那其他的话就是比你们的作业 作业内容为止 好 I7-3这里有没有问题 嗯 四楼可以走 嗯 四楼可以走 好 稍微讲一句就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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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哪了 你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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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刺啊 你到哪里 那种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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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叫做梭肌 對不對 拳肌 拳肌 是 這叫拳肌 所以说这个是梭肌跟安肌 结合在一个碳上面 提清楚 一个缩基跟一个氨基结合在一个碳上面 叫做氨基酸 这个样子 是缩基归缩基 氨基归氨基 这个叫做甲酸胺 有这个东西但不叫做氨基酸 这是甲酸胺 但不叫做氨基 氨基酸 了解这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 就是一个氨基 跟一个缩基 两个结合在一个碳上面 结合在一个碳上面 叫做氨基酸 那这个东西 我再讲一次 叫做 正式的秘密 应该是甲酸胺 或叫氨基甲酸 不叫做氨基酸 他跟氨基酸的定义不一样 氨基酸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碳的一个存在 因为这个碳有它的一个功能 是因为说 这边会结了一个 一个骨 而这个骨骨 会导致这个氨基酸的功能 命名 特性 通路不一样 那这个R最简单是什么呢 是不是H 对不对 独有七化学最麻烦是什么 就是随便写个R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独有七化学最麻烦 那最简单的R是什么呢 就是H 是不是 取代机 那 那 就像我们在这样写的时候 如果 如果 那就是这个H 那它就需要写出来 哦 如果说 它只是一个H的话 你可写可不行 好比说它只是一个H的话 是不是 就是 这一个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你把它帮上卡 对不对 是不是 那 这个时候你可写可不行 所以 各位看你的讲义 以讲义上面 這一個部份是不變的 下面這個有陰影的那個東西 全部在變這個R 當R變了以後,名字就變了 當名字變了以後,它的功能就變了,特性就變了 因為這一個部份改變 OK 好,我們 神又得了,神又心得 所以下個禮拜,我就請到這些報告 你說這邊會不會有R的問題 就阿托蘭的問題 原則上不會 我們所謂的氨基酸是指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講義上面 他特意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一個氨基酸 有類似嗎 好,還有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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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看後面的那個V 這四十六頁 四十六頁的例題 和最下面這個練習 一百個氨基酸合成 一層的蛋白质中含有若干的钙剑 也就是说两个氨基酸会有一个钙剑就这样 所以说一百会有几个钙剑 就是九五九 这是数学游戏 很无聊的题目 然后呢 一百五十九个钙剑的蛋白质分子 随减以后可以变成多少个氨基酸分子 就是一百六十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原则上 原则上 这种题目 你是在任何的考试里面 不会碰到 没有人会出动白质 范例六 各位看到范例六 没有一个状况 那个道是一个很可能被碰到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老师出这样的题目的话 原理上他是宋真主 他问你什么叫做氨基酸 从结构上面来看 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 绝对是叫宋真主 这种题目是非要会不可的东西 是非要是非要 三一六 后面不是有法案吗 不 有 他怎么不一样啊 阿法胺基酸 我跟妳知道一點阿爸都沒有CH 他都沒有CH 可是聽聞他四個都有CH 沒有啊 這一個是不是R 那這邊有一個H 那這個位置就是R OK 如果說NH在這個位置的話 這個叫做Fa 對不對 所以這種題目 才可能在考試裡面被妳碰到 了解的意思嗎 對 可是他有 比我通常跟阿爸都沒有看 你碰到這個 嗯 就是 那 像他這裡 像他的位置是在CH上 對啊 這個H不是可以寫在這邊嗎 對不對 H寫在這邊的意思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 不管多大多小就是一個R對不對 所以說他的方式 就是R C NH U H C O H 這叫做Ig3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 叫做阿爸 可以嗎 可以 你有清理 清理哪邊 你把這個東西 這個灰殼 跟這一個 把它整個圈圈 對 然後上面寫 下面寫著R OK 好 就是R C NH2 COOH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一個碳 就變成阿法碳 就是阿法碳值的 所以這個H就是下面這個H 對 這個H就是下面這個H OK 對 下面這個H 那H就是下面這個H 那H就是下面這個H 那這個下面有兩位 不是 一個H 我們通常寫這樣子 那是不是就說 這個的意思 了解這意思嗎 那如果說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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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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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指是我們 寫化學式跟結構式 上面一些 簡寫的方法 對 對 那 你這個 NH 移過來的話 這H不就少一個 對不對 就跟這個 這個一樣 那這邊變成CH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這NH移過來這邊 是不是CH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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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些 所以說 才會有所謂的 alpha bam gamma lba 我可以用手